在张爱玲的文字面前 任何细读都是出之大业 我是徐子冬 细读张爱玲今天已经是33集了 我们上次讲了一段文字 我不重读了 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波兰成说 跟张爱玲说 我在外面有个女的 张爱玲不嫉妒 张爱玲说 还有外国人要跟我睡觉 还要给我钱呢 这个男的开始听得很不开心 后来想想算了 无所谓 我们说这个事情是真是假 张爱玲说的 也许真的有人跟他说 说这个话什么意思 因为你另外有别的女的 我以前也说过 I don't care 现在一下转不回来 所以我也有啊 试试看 这男的呢 开始有点不高兴 可是他真厉害 脸皮够厚 很快一想 没关系 为什么没关系啊 啊 这个没关系里边 可以看出 他是不是真的 在乎他 或者是说 他并不是真的爱他 或者说是个男人 真的是相信中国传统文人的那种 啊 婚恋官 就是所谓这个嘛 一个茶壶多个杯子 啊 你可以说他很传统是中国那种 茶壶茶杯的逻辑 你也可以说 他是上升到像沙特夫妇那样那种 互不干涉的开放婚姻啊 这个现代性解放的境界 这到底这个中间的余地有多大呢 忽兰城有意思的在哪里呢 就是说 他这个人很花心 我们都知道 可是问题是一般男的花心啊 他不敢说 只有他呢 就是一点都不羞耻 他有一套理论 他在《今生经》里边说呢 说男女之际啊 中国人不说肉体关系 或接触圣体 或生命的大飞跃的狂喜 说的是肌肤之亲 亲可以生感激 一叶夫妻百事恩 这个外国人 西方人无法理解的 意思是说 西方人把男女的关系啊 联系到上帝很神圣 中国人把男女的关系呢 就变成了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 他这个觉得这个 一株某单花开几朵啊 他说这个 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对的 他专门有一套这样的理论 当然我们今天 在引述的时候 也必须加以批判 尤其是从男的角度来 讲这个话 那《今生经事》里讲的这一段 这个男的在外面 又找了个女的 女的说无所谓 这些东西 有没有呢 这个你要对照小团圆 跟今生经事呢 还真是大同小异 有的是小同大异 同的呢 是谈话的内容 异的呢 是语境语气 谈话的内容呢 也都说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可是 忽兰城记载的张爱玲 好像很坦然 可是张爱玲描写的九例 请记住啊 忽兰城记载的张爱玲 在这个问题上 好像很坦然 可是张爱玲描写的九例 确实非常痛苦 她是知己知彼 如果要保留她 就必须听她讲 无论听了多么痛苦 就是说这个 你要留住这个男的 你就得 我们都记得以前在 跟记者啊 跟什么什么 都女的常常也这样讲 这个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你知道她是怎么样 你要得到她 你就得宽容啊 这个无奈地忍让 这个当年七巧的愤怒 就是这样啊 你明知道是假 你迟一点说穿不好吗 但是 描写九例是 一面微笑听着 心里乱刀砍出来 砍得人的影子都没有了 看看 就是两个人的说的话 把忽兰城的自传 跟张爱玲的小说一对比 说的话很接近 但是这个心里很不一样 就是男的以为 女的不在乎 女的心里是乱刀砍出来 脸上还在微笑 这就是说 同一段关键的对话 男的告诉女的 我有别人啦 但是女的笑笑 说也有人追我 两个版本啊 男人视角跟女人心里不一样 名人自传跟小说角色 又不一样 还有文本写作的时间 也不一样 哪些是心里记忆 哪些是文学虚构啊 这个非常有意思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节 就是 罗生门啊 就是一项钱 大家看今生今世呢 我们记得 忽兰城说过呢 他只给了张爱玲 很少一点钱 他去拿去买衣服 张爱玲觉得用丈夫的钱呢 很实在 很舒服 但大部分的时候呢 忽兰城总是说 女人怎么贴钱给她 事实上这个 后来她跑到温州啊 张爱玲也是给了她稿费 我以前引用过 扎建英的说法 说湖南城是吃软饭 吃出境界的人了 这个 可是没想到这个 扎建英这个 看了小团圆当中的 一箱钱呢 他说 这还有点男人的味道 在领南开会的时候 我们一起吃午饭 有个场面 印象非常深 王艺说 如果当年 湖南城真的给张爱玲 那箱钱 今生今世自传 他为什么不写 同桌的陈子善说 如果没有那件事 那张爱玲小团圆 为什么要写啊 在小说里边 那个时候两个人 关系还蛮好 男主角当然 这个是贪腐来的钱 里边还有税票 还有那些日本人 给他办报的钱 拿贪腐的钱来给女人 但是王艺 大家都知道 王艺被认为是 传承张爱玲风格的作家 他不信曾有 否则湖南城 他说早吹了 曾子善说 要是没有的话 张爱玲何必写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假如此事属实呢 可能是胡认为吃软饭 才是光荣 给女人钱 反而羞愧 所以我们后来 看色界都知道 易先生送传之前的独白 他说给女人送礼 是迟早的事 但不能送得太早 否则掉份 那如果这个事情不是属实 它是虚构的话 按这个高权支的分类法 久力的这个行为啊 是之前别的文章里 没提过的 所以它是一个虚构的情节的话 那就说明了张爱玲 以文学加工来增加 这个男主人公的责任感和魅力 忽兰成在自传里要夸耀 用女人钱 这个才是本领 张爱玲在小说里 要写出一个男人 会给女人钱 才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所以你看 同一个情节 两面的写法不同 可能各有动机 我有一次给文学评论 写了一篇长的论文 里边有一个很长的注释 就是关于胡适招 啥叫胡适招呢 就是胡兰成对女人的四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非常赞成的张爱玲 我们都说过了 顶天立地的世界六种震动啊 什么民国灵水造花人啊 等等等等 那你以为他只是经验啊 等等等等 我顺便说一句 经验这个字啊 后来贾平蛙都用 他说看了张爱玲的散文啊 也是劈头经验 这个贾平蛙的一句称赞呢 我很印象很 他说哎呀 亏得我跟他不是一个时代啊 否则我该怎么写啊 这个词 贾平蛙跟他风格完全不一样 但是却理解张爱玲的文字的好处 千万不要认为 胡兰成只是称赞张爱玲 他看到小周呢 他是怎么称赞的 他说他的声音华丽 只觉一片艳阳 他的人像江边兴师的沙滩 踏一脚都映得出水来 小周长生苗条 肩圆圆的 在一字肩与靴间之中 生得瘦不见骨 风不鱼肉 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当面就说这样的话 反正这是事后的回忆了 说后来有一次 飞机轰炸了 这个小周哭了 天上有飞机啊 他一哭 胡兰成就说 他的流泪 使我只觉得厌 他是苦艺苦得如火如荼 厌得激烈 你要多听几遍 这个厌厌厌啊 这个也就 女的就挡不住了 后来这个 胡兰成讨难的时候 有个寡妇 叫范秀美 从浙江沥水 一直送她到温州 后来他们还同居 他怎么来描写这个范秀美呢 胡兰成说 他的语言即使国色天香 他的人运吉是明亮无亏时 却自然有光阴徘徊 他的含蓄 宁是一种无保留的滋意 却自然不洁不尽 他的声势啊 一世那开不尽春花春柳 媚前川 听不尽杜鹃提红水残船 立不尽人与秋千深深月 望不尽的门外天涯道路 倚不尽的楼前十二栏杆 女人碰到这样的话 怎么挡得住啊 不管头晕 感动还是要混过去了 我记得这个 黄瞻啊 有次我们一起吃饭 他就说 引用泥框的一句话 他说你碰到女的 越假的话 越好听的话 尽管说 不要男为情 我这一直怀疑这一条 我说人怎么能这样呢 你明知道假的话 怎么能够 厚着脸皮说下去呢 可是黄瞻说 你对女的 别怕男为情 说 我们的脸皮就是太薄啊 所以常常不成功 胡适招的第二招是 马上结婚 你不能光说好话的 女的很快对你起淫心 花心大扫 靠不住 所以呢 马上就要说 我们永远在一起 我们结婚吧 女的就马上有一个 很大的胜利感 我也不知道 今天你看 包括美国电影也是这样 当男的跪下来 拿上一个戒指的时候 一般都表现成 女人是好像取得了胜利 男人是没有当下 就没有将来 女人是没有将来 就没有当下 当下就是现在 大家不要乱理解 所以呢 马上讲结婚呢 效果很好 当然忽兰城 结婚的定义 跟大家不一样 这个问题 我们大家可以理解 好话 结婚还不够 第三要花女人钱 给女人花钱是狗咬人 花女人钱才是人咬狗 才有新闻价值 对女人来说 讲得这么美好 又要马上结婚 她还肯用我的钱 说明我们已经在一起 不分你我了 所以这个阿成啊 陈丹青 他们都夸奖 忽兰城的文字好 可我真是 看到忽兰城 说她最后跪在 这个石爱珍啊 以前一个黑手党 大佬的老婆 女的应该五十多岁了吧 忽兰城三个多岁 跪着她面前 这个头伏在 石爱珍的膝盖上 我还是不大想象得出 这个男人的乐趣在哪里 这个据说 这个石爱珍声名大理啊 忽兰城跟他讲 过去女朋友的事情 他说你这个小周 寡妇都不要来往了 张爱玲呢 你还可以来往 在一个人的人品 跟文品之间呢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 我其实是一直矛盾的 理性上我不赞成 这个文品跟人品的 直接的关系 我的老师许杰先生说 我们要做人类灵魂工程师 这个文学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我是在师范大学 读文学就是双倍的 培训人类灵魂工程师 我后来回学校校庆啊 就当了董卿他们的面 说这个我这个几十年的经历 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的灵魂 被人家来设计 这个 但是碰到像忽兰城这样的男人 哎呀 这还是一个问号 第四招 一切公开 这个很难啊 我们一般男的 看到一个喜欢的女的 最差的男的怎么样呢 一看到喜欢你的 就说自己过去的女的不好 哎呀 我老婆怎么闷呢 我的老婆不讲道理 嗨我啊 最差的 第二类呢 男的就是不谈啊 女的千方百计要要问你 你什么什么什么 我男的我就是不谈 这个男的多数是这个第二种水平 胡兰城是第三种境界 他原原本本把以前的故事 讲给女的听 而且他不说原来的女的不好 还说很好 你看 他对小猪说 我张爱玲怎么怎么好 他对张爱玲也说 他原来最早的老婆 怎么怎么好 他碰到后来的那个 黑手岛大佬 肯定又把前面的说一通 怎么好怎么好 什么都说 据说呢 他说了以后 小猪都不相信 他曾经接过 小猪以为他瞎说 有个太太在上海什么 他说我不能先跟你 我跟张爱玲都没有办仪式的 你不能抢在前面 这个小猪说 好好好 那我不能嫉妒他 等到他后来逃难的时候 他还说中国古代男人呢 出去要逃亡了 这个老婆在家里守着 这是常有的事情 他不管怎么样了 湖南城这个奇葩的爱情故事 一个比一个美好 而且全部透明 我觉得至少政治家应该向他学习 全透明 我们前面讲过 九历啊 爱情的原则 不要像我 不要太漂亮 然后要非公立 我们现在又看到了湖南城 胡四招 这个要说好话 结婚 花女人钱 然后一切透明 这个对比一看呢 这样的双方的战前准备啊 胜负是很显然了 这个女的是不堪一己的 但是在做这样的比较的时候 我们必须做一个技术上的说明 很简单 这个时候我们在讲男的 我们是在讲湖南城 我们在女的 我们是讲的是九历 是一个虚构人物 所以他们不能简单的做比较 对的 整个小团圆的分析过程 我们不能一男一女做比较 我们必须是两男两女 换句话说 我们之前已经分析 两个女的 九历跟张爱玲是不同的 凡事里边出现过 九历有的情节 张爱玲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那都是文学虚构 八百块钱啊 送给她的一箱钱啊 还有包括其中有一些乱刀砍剧啊 等等等等 那些是属于九历的 那现在更重要的是 我们除了要厘清九历 跟张爱玲的关系以外 更重要的 这篇小说更有价值的一点 是邵之庸跟湖南城有差异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觉得反过来讲 再通俗一点吧 就是张爱玲在小团圆里 把她个人的私影 做了非常重要的改编 这个改编最重要的是两点 第一点 《湖南城今生今世》里边 这个男人是一夫多妻 或者一男多女为荣 这问心无愧很坦然 可是到了小说里边 怎么描写呢 比比与之庸到阳台上去 久立坐在窗口书桌前 窗外就是阳台 听见之庸问比比 一个人能同时爱两个人吗 窗外天色忽然黑了下来 大家发现这段描写 这描写很特别 他把一个男主角描写成 在两个女人之间 严肃挣扎 好像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花心 我这个刚去美国的时候 一个美国女生 请我看一个电影 卡山布兰卡 看的时候就问了一句话 说一个人能同时爱两个人吗 因为电影里边 这个英格力波曼演的女主角 同时爱了两个男人 非常矛盾 如果说这个女人是提这个问题的话 男人当然要是也这样提问题 那就是一种很多情的痛苦了 挣扎了 纠结了 所以小团圆里这个阳台一幕 跟今生今世里边 什么茶壶杯子之类的这种姿态 显然是很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不仅是胡张的不同回忆不一样 更是生活现实与文学创作的区别 所以这是胡兰城跟邵志雍的 第一个重要区别 第二个 胡兰城自传 宣传吃软饭 到张爱玲小说里 变成了提来一箱前 这又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一个是洋洋得意依靠女人 另外一个是很常见很世俗 换句话说 也很负责任的男人 你看 这个改编 也把 就是至少在社会 世俗看法上 把这个男主角的形象 变得比较实在一点 第三个改编 在今生今世里边 忽兰城呢 一直说他是坦白公开的 碰到每个女的 就说公开前面的情史 他不会把什么 前后女人互相否定 而且是力求共存共荣 所以小团圆这三个字啊 也是从这里来的 可是在小 到了小说里边 邵之庸呢 情况不同了 他从厚颜无耻的号称 一切透明 变成了作贼心虚 躲躲闪闪的邵之庸了 所以后者就至少是 有羞耻心了 而且呢 女主人公一直在怀疑 比方说怀疑他跟护士 有没有那个事情啊 直到小说快结束的时候 看到小康的照片 还问那个男人 你康小康有没有关系啊 久历连武汉护士的事情 都弄不清楚 更不知道这个男人逃亡时 又对另一个女人 以身相许 这个加一个注解啊 就是忽兰城说 他们到历水啊 睡结为夫妇之好 这在我是因感激 男女感激 至终是唯有以身相许 难得说自己以身相许 这真是奇葩啊 这个也是 这是第三层的改变 就是说 《今生今世》里 张爱玲貌似 很早就坦然 接受了一男多女的复杂关系 可在小说里 女主人公 就像一般爱情小说的 女主人公一样 不完全知情 不愿意接受 一直在抗争挣扎 第四个改变 他们的无情分手 分手那几段文字 妙得很 胡的史料 引号的史料 跟张的小说最为接近 连对话都一样 蓝城啊 什么什么 他要去见画 他的画像 绘不成 最后摊牌 男的说 你要我选择就不好了 还有 这个到底是细节语言 大家记得那么清楚呢 还是说张爱玲 在写小说的时候 已经在参考了 《今生今世》的某些段落呢 所以看上去是 他们那个描写非常相似 可是呢 胡说 就是那个胡兰城啊 写的是 他们是无奈 坦然分手 可是小说里边 女主人公幻想 用刀砍了男人 虽然是这样 砍了男人 小说的结尾 却又梦见男主人公 他们拖着手 还有孩子 还有绿草地 还有美国的绿房子 换句话说 他小说 直到最后 主人公还在幻想 一个浪漫的结局 好了 我们现在要讨论 为什么会有这四个改变 张爱玲给宋琦的信上说 小团圆是写过去的事情 虽然我一直要写 胡兰城现在在台湾 让他更得意了 实在犯不着 所以矛盾的厉害 为什么事情矛盾的厉害 我理解这里的矛盾有两层 第一层 我到底是怨恨呢 还是留情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 在回想到改变 影响到她一生的 这么一段 二十多岁的恋情的时候 当然其中五味杂成 我要把它写成一个控诉书 我要揭穿这个男人的面貌 我要仇恨 还是说 我有一些留恋的成分 这毕竟是我生活当中 最好的一个阶段 这是她第一个矛盾 这是她个人心里的矛盾 怨恨还是留情 但是对我们来说 更重要的是第二层矛盾 我到底是用文学做工具 来宣泄我个人的感情纠结呢 还是我把我的隐私作为自己最熟悉的材料 心底的材料 来贡献一个文学作品 我是为了感情宣泄 还是为了文学创作 我在课上反复问学生 学生说两种都有 但我觉得张爱玲 尽管是揭露自己的隐私 但她归根结底的目的 还是要写一部独立的 非典型的爱情故事 一笔长篇小说 理智上 张爱玲不愿意原谅 那个曾经让她受罪的男人 写信的时候都说无赖人 也说她的是这个男人 是一块块撕开她的仓口 这个简点这段感情 如何铭心刻骨 甚至有点跟今生今世的对话的潜意识欲望 但是一旦进入创作 她实际上不是贬低了今生今世的湖南城 而是把湖南城拔高了 成为一个很矛盾的 很复杂的挣扎的一个 少知庸的这么一个形象 在我看来啊 这个是某种形式的为了文学现身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文学故 两者都不重要 仅就她个人而言 这个男人创伤这么深 张爱玲要写个自传 完全可以不必这么写 可是她时时记着 这是个爱情小说 她要写什么样的爱情小说呢 改写了大半生的 最后的爱情小说 她里边一方面特别注意身体 物质层面的细节 生理 心理的动作 整个爱情故事 理智具体现实 可是 另一方面 又特别强调 非理性跟无目的 明知要受伤 受苦 受罪 依然眼睁睁地走进去 崇拜 迷恋 纠结 义无反顾 瞿秋白当年说 冰姿是飞蛾扑火 非死不止 张爱玲给宋奇夫妇的信里面说 看到胡的东西就忍不住要出恶声 就是要骂他 可是在小说里最后却是美声 所以严格说来 张爱玲写男女战争 比一般爱情小说 更现实 更事故 更残酷 又比一般的爱情小说 更理想 更痴迷 更浪漫 这是我的一个解读 原来总是 appearances 治疗 слова 被钓 被钓